沒有戴通知燈的 這邊就在電腦床 民進黨金融市黨部熱鬧滾滾 黨員排隊等著領取選票 這次包括市黨部主委 全國黨代表及市黨代表進行改選 黨員投票踴躍 金融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與前內政部長 即將接任民進黨秘書長的林又昌 都出席投票 希望選出新的基隆隊 深化民進黨在基隆的發展 今天我就身為一個繼承的黨員 來完成我的一個責任 還有這個身為黨員的一個權利 我想這個民主政治 黨內民主 我想順利的把它完成選舉的工作 其實就是成功 今天有非常多金融市的黨員同志 大家非常有用的一個投票 我想這個也是表示大家 這個熱情的一個參與 這個都是一個好事 這是一個團結的選舉 不管未來產生的主委 還是我們是代表 全國黨代表的人選為和 我想都代表我們 成立即將成立一個新的一支基隆隊 那希望在基隆隊的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讓我們在 不管是在地方的事務 還是向下扎根 基層的參與 還有讓民眾 徹底的了解 民進黨在基隆 會願大家 給大家什麼願景 讓我們來實現 我們民主和平繁榮的價值 經過一天的投票 民進黨在基隆市1739位合格黨員中 有一千一百一十二位完成投票 投票率達百分之六三點九 比上一件還高 市黨部方面分析 可能跟前幾天 國會擴權爭議 與中共軍演有關 事實上我們預期是說 可能投票率會跟去年一樣 很多是這樣 但是今年投票率比較高 那高的原因我想對於這兩天 尤其在立法院的亂象 那麼激發了一些黨員 那麼出來投票的原因 我想這也有一些原因 那這樣我們會非常的樂見 最後開票結果 林明志以670票超過六成的得票率 擊敗對手王餘生當選下一屆 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林明志除了感謝黨員支持 也向對手王餘生致意 強調這次選舉是君子之爭 也證明民進黨在基隆市 沒有派系之分 大家都是基隆隊 林明志在這邊感謝所有的黨員先進 對明志的厚愛 讓我們能夠順利當選 這一屆的主任委員 那我想我們這一次 基隆市黨部的這樣的選舉 是一個新的民主典範 因為在整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相關的候選人都以正面的表述 來爭取我們黨員的支持 沒有互相公諭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林明志強調選舉過後 就是責任的開始 目標是團結基隆 為2026慎選做好準備 讓未來黨的組織發展 跟未來暢通媒體管道的溝通 是未來黨部要做的重點 那我們希望能夠結合所有人力量 一起來努力 那稱為我們黨主席 賴總統所講的 他上次過來這邊提示的部分 事實上地方沒有什麼派系的問題 整合成一個所謂的基隆隊 為基隆發展做努力 我想是未來黨部 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另外全國黨代表 金融市部分 則由議長秘書江志強 與市議員張浩瀚拿下 接下來的執行委員與評議委員 則將在6月23號進行投票 記者張棋騰 接著我們報導